星期一上班日天气晴凉炎热 这张气象局还针对台东县发布局射灯号警告 中午前后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由于天气实在太热了 民众纷纷跑到冰店吃冰消暑 让台东古早味刷冰店是大爆满 外带内用都是大排场楼 红豆绿豆粉圆粉粿粿配料丰富 淋上一池独家熬煮的黑糖水 再铺上满满的清冰 一碗透新凉的古早味刷冰 民众不惜排队也要吃上一口小小薯 美与封面北宜 周一上班日迎来晴朗好天气 其实在树荫下躲太阳 市场摊贩也撑起散遮阳 但是天气实在热得受不了 中午休息时间还没到 台东市知名的阿桑刷冰店 内用座位已经爆满 民众一边擦汗一边大口吃冰 外带区也是大排长龙 上门人潮络绎不绝 平常就比较温暖 今天特别热 买了三包刚好上个熟了 天气高温炎热 中央气象局30号也发布高温资讯 台东县亮起橘色灯号 在中午前后有机会出现连续性36度以上的高温 提醒民众户外活动 注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 慎防热伤害 谢谢大家 台东市报道 台东市报道 大量 优优独播剧场上